你 喂 妈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 我心脏有点不舒服 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你怎么了 你来上海了 妈 我到了 人呢 在哪儿呢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 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 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 好好跟人聊聊 你干什么呀 妈 你好 喂 你好 你就是李易景吧 我叫方强 咖啡我都点好了 咱进去聊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消息 你别走啊 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喂 肖经理啊 我马上就快到了 不开路啊 我刚买了咖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李小姐 我等不着了 您收拾马上就要走 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我要出国一趟 送我回国再联系吧 喂 姚经理 你怎么回事啊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那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素 那我怎么知道 你也没告诉我呀 今天周末 你也没说你加班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 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到吧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吗 怎么着 你处的对象 你处的对象 我提都不能提了 我们俩分手了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走 到底是我放不下他 还是你放不下他 我放不下他 易锦说得对 我是放不下周到 我放不下和易锦幸福有关的一切 任何不幸的可能 我都要替他斩断 也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既然不放心 就打电话问问 问什么呀 他应该先跟我打电话才对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 我都听见了 本身就是你的错 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 就对你给易锦去道歉 我是他妈 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 再说了 都是我的问题呀 他就一点错没有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 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 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呐 不 我 我没法跟您说 那就是你不对嘛 它就没想让你来 你不是疼吗 我问我 你不是疼吗 我问我 你没想到 我们让你 我问你 你不顾我 你不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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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我 我问你 那就是你 你二姨跟你介绍的那个方强 你再跟人联系一下呀 我不想相信 过一阵子再说完吧 过一阵子是多久 那个人条件不错 人也愿意跟你联系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 你这人家有对象了 你就后悔来不及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 人家能看上我吗 我大龄 没房 没车 一个护票 自己也知道啊 所以你得抓紧呢 你要再不抓紧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你是我亲妈吗 我就因为是你妈 才跟你说实话 所以你怎么说吧 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信你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我已经警告过他 你别放魂 你警告谁 知道吗 你找他干什么呀 帮你一刀两断哪 你回头再 一二再再二三的倒贴 行行行行 我不给我提他 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那他一顿都不厉害 这 挂我电话 好 您好 您收拨打的电话 您问您 我她在哪兒 那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哪儿 你去哪儿 你 我最羡慕的不是说 你比我好看 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 你比我什么聪明 你确实很聪明 我最羡慕的是 你跟你妈的关系 不是你们俩那种 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 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 跟朋友一样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真的好羡慕 你跟我妈从来都没有过 我跟我妈确实 好的时候还挺好 就是 我们吵架了 投一次 你投一次 我们都吵快三十年了 我超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 结婚 结婚到底有什么好用 我说 结婚 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 那我现在啊 我也说不上来 我觉得呢 我觉得呢 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 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 我听不懂那些 我就是知道啊 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 她为什么还要让她的女儿去 去凑合呢 那你会凑合吗 我吗 我淘苏娜啊 我淘苏娜啊 绝对不凑合 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 在一起才行 你呢 不凑合 走 走 你呢 接电话啦 别告诉我 你又找周到去了啊 我跟周到彻底完了 想你才满意了吧 你这什么态度啊 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不是吗 从小到大 只要 你看不顺眼我 我就 必须听你的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 事事都拔尖 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我是不聪明 我是不懂事 我就是这样子 我这辈子你妈 你就别指望我了 我我就是一个废物 我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 没有志气的女儿啊 真是 那你怎么不想到你是怎么当妈的 你自己没本事 你还怪我了 妈 说实话 你就不该当妈 你就不该生我 儿子 你怎么没有 我 你怎么还说 我 你怎么还没表现 我 你怎么还没表现 你怎么还没表现 有 那 你怎么还没表现 你怎么还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不要围 肯肯 Jan can help me 好 敢拉黑嘛 那是个蛮眼狼 什 什么叫拉黑呀 婉清说就是 就是不理我了 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呢 这么恨你 我能干什么呀 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 去见见面 他冲我嚷嚷啊 还说我不配做他妈 以前我对他厉害 打他 骂他 不都是为他好吗 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 这倒好 恨我呀 就跟恨仇人一样 想当年哪 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呢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你忘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 你没考上 妈 您别笑话我了 我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 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 培养李义锦呢 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 他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迟了吗 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 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 那时候怪我 一心全铺在工厂上 你说没考上 那第二年再补考 一下不就完了吗 也没准就能考上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 我跟李义锦都不是这块料 您说 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 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 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什么遗传呢 你呀 你就是把义锦看得太紧了 人家义锦现在挺好的 你看老二 老二对娜娜散养 不管 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是啊 就是他不管娜娜 娜娜都那么优秀 你看我一门心思那八心八肝地 培养李义锦 你还是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让他说对了 我是不配 我是不配做他吗 你呀 你呀 你心太累 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 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 去感兴趣的事 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 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 我要是像您这样 每天上小公园去 看人家大太极 我做不到啊 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踢着 我一张嘴她她能蹦出来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让婉晴照顾您两天 姓妈 我要干啥呀 我去上海 我去上海